在嵩山机场起飞的飞机 大部分往方向都是南港内湖 而这些地方很可能都变成坠机地带 嵩山机场坐落在台北精华地段 航线附近都是人口密集区 而飞机起航方向就是往内湖南港 再满油料的飞机起飞时三分钟以内 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在市中心这样起降的话还蛮危险的 我们本身里没有办法 我们要加到班里面不可能班 起飞又比降落还要危险 因为它是充满的载满了油的油量 台北市东区仍来仍往车水马容 也是离嵩山机场最近的地方 而前台北市都发局局长张景森也警告 中校东路以北都是坠机的可能发生地区 从嵩山机场航线来看 中校东路以北民生社区 全部笼罩在危险地带 主张机场应该迁移 是上台湾邻近的国际机场 从香港到韩国仁川 日本陈田 还有大陆上海浦东机场 全距离市区至少超过30公里 避免飞机失事重撞民宅降低伤害 可是松机牵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它牵扯到说我要到哪个地方放 还有各民行业界 从以前188方向扩增到800多班 松山机场到飞大陆是最热门的 到东北 东北亚航线最热门 可能我还没有看到 就是说远方的可怕的危险 我就近期就支付支付下去了 我近期就有经济的危机 那你怎么样的取舍 不过还是有市区的机场 包括像日本雨田 虽然距于闹区有14公里 但是附近民宅少 航班进行控管 洛杉矶机场附近都是工业区 比起松山来说 附近民宅密集 而且就一条跑道 航班多 航线安全不够周全 复航空难也让松机牵引话题 再度受到瞩目 记者综合报道